在澳门 社团文化可谓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澳门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社团 有同样兴趣爱好者也喜欢组成社团 近日 记者在澳门采访了工联总会 街坊总会和副联总会的会长 听他们诉说澳门社团的故事 几位会长介绍 早年间 因澳普政府管制不力 澳门居民便聚在一起 相互扶持救济 社团文化由此而来 经过多年发展 各社团逐渐搭建起专业多元的社会服务网络 回归后 澳门社团文化在中央的支持下继续前行 回归后 我们可以有机会 作为中国代表团的身份 到联合国参加妇女地位委员会 而且能够争取到在联合国的大会上 我们澳门的妇女有机会发言 向世界宣示了我们一国两之下 澳门妇女的生活 澳门孤女的情况 回归20年来 澳门社团一直积极参与特区建设 在澳门特区蓬勃发展的画卷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工人总卫跟我们特区政府合办一个叫文化班 文化班是怎么样的东西呢 通过失业人群 我们怎么样去有深求的培训 他们学习一定的机能和文化知识 我们每天培训我们失业人群要六千多人 大学生就老师 我们一般的机工在当学员 两方面都解决了 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呢 回归前是百分之五十六 回归后大家想知多少 百分之六十七 女性的工资中位数 回归前只有四千块都不到 但是回归后呢 中位数全部是两万 但是我们女性的中位数呢 也有一万九 与此同时 澳门社团也积极与内地交流合作 前不久 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广东办事处 横琴综合服务中心挂牌成立 成为澳门社团在内地开设的 第一家服务中心 街坊总会还在内地援建学校 这些工作也促进了内地的发展建设 有个学校 他位置比较偏偏 我们每次去旅游车 旅游大巴进不了了 到那个镇 就在那个小巴进去 由于我们每年都去 所以当地政府把这路收好了 现在我们大巴就远 就直接到那个学校去了 如今澳门的社团已有近万个 他们仿佛点点星火 为助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发展 不断发光发热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